好這個一個50個月一個20個月 所以當然50個月範圍太寬了嘛 就代表他分散程度比較大 20個月相對是比較近一點 好所以全聚是一個概念 那剛才類似的例子像員工的薪水 那他的全聚你看從董事長10萬到職員1萬5 那10萬減去1萬5是8萬5 所以代表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距離是有點遠 所以代表他分散是比較分散 那除了這個全聚之外 接下來就是要用所謂的變異數的概念 還有標準差 那這兩個我想以前大家也都學過了 不過這個要再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變異數英文叫Varance Varance 那Varance呢 他是他的概念是什麼 他的概念是某一個數字 當然他這邊當然是每一個 就是說我們就去看這個每一個數字 他對他的平均數都有一個距離嘛 都有一個距離 那這個距離當然因為他有正有負 有正有負 所以我們等於是要看 就是以平均數為中心來看 這些資料這一組數據 他跟我的平均數距離的遠近的概念 當然他距離越近 就代表他的變異越小 距離越遠就代表變異越大 那遠近我們最簡單的就是用距離的概念嘛 就是他的距離 但是因為他有大有小 他有的數據是大於什麼 大於平均數有的數據是小於平均數 所以理論上我們應該要取絕對值 對不對 但取絕對值太麻煩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取平方 所以取平方之後就會變成這個變異數的概念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變異數是代表所有的數字 他跟平均數的距離的平方之後再取平均 因為你很多數據嘛 所以這些距離 每一個數據距離平均數的這個距離的平方 你再把它取平均數 就代表average它離這個平均數大概有多遠的概念 所以變異數就這樣來的啦 那剛剛我們說過母體的變異數 就是這個參數的概念呢 它是一個我們把它寫成叫sigma square sigma square 所以按照剛才的定義來說 我們就是把每一個變數x 每一個數據x 減去它的母體的平均數mu 然後取平方 然後把它做summation 然後再取它的平均 再把它除以n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母體的變異數叫sigma square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是母體的 那如果 那如果我們 但是這個是因為我們把距離取平方嘛 就是把它的這個差異把它放大 取平方是不是放大 你原來距離是假設兩個單位 你取平方就變多少單位 變四個單位了 那四個單位當然是被 它的距離有點被放大感覺了 所以要回歸它原始的那個真正距離 怎麼辦 因為它取平方嘛 所以我們就再把它開根號就好了 所以把變異數開根號 得到的結果 那原來的變異數我們是把它寫成這樣 sigma square 對不對 那sigma square開根號就變sigma 那這種 取平方 取平方根之後的這個結果 變異數取平方根開根號的結果 就把它叫做真的是 所謂它的標準差 叫standard deviation 那standard deviation在母體來說 就是把它寫成sigma 就是這樣 所以變異數標準差 就是 就是怎麼樣 就是看它的這個遠近 就是它的變化情形 所以 平方是代表變異數 沒有平方就是它的標準差 就這樣而已 那它的算法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距離 每一個數據對母體的平均數的距離平方 去平均數 得到就是變異數 再把它開根號就變標準差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按照我們剛才 按照剛才的計算 那我們再把剛才的例子 再來算一遍 剛才已經知道A品牌 它的母體的平均數是35 那接下來你要去算 它的這個變異數也好 或標準差 我們就一個一個去把它算 一個一個去算 就是把它的這個 這個不用罷了 這個課本這邊寫錯 就是x-mu而已 所以把它每一個值 減去mu取平方的結果 把它相加起來 然後再除以n 所以算出來結果 它的變異數就是291.7 變異數291.7 那291.7再開根號 它這個其實就是把它寫成一張表 寫成一張表的方式去算它 然後 所以anyway 反正它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再去把它 除以它的平均數 算出來得到就是它的結果 那這個表格你 反正 這個表格是 當然你如果用原始的方式去做是這樣 那當然excel裡面有現成的 現成的變異數的這個概念 怎麼去算都知道 那剛才是A品牌 那B品牌呢 一樣再去把它算一遍 算出來它的變異數呢 是得到是得到是多少 除以2 所以得到是41.7 所以B品牌是41.7 然後剛才A品牌是 A品牌是291.7 然後開根號是17.1 然後所以它的標準差是17.1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A品牌看起來是比較大 它的變異數也好 或標準差來說 跟B品牌來看 一個41.7 一個6.5 所以當然 從標準差來看 從標準差或變異數來看 B品牌相對是比較小 所以它的落差比較小 所以是比較集中 數據是比較集中 好所以 剛才那個是樣本 剛剛那個是母體 不要記錯 剛剛是母體 那我們說母體的 平均數的計算 跟樣本的平均數的計算 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有沒有一樣 一樣嘛 都是把它相加除以N 那但是在變異數這邊 就稍微有點差異了 變異數在這邊有點差異 所以變異數這邊要分兩塊 分兩塊 分哪兩塊呢 不 分兩塊就反正 就是有母體的變異數 跟樣本的變異數的算法 是稍微有點差距 稍微有點差距 那樣本的變異數 它的符號是寫成叫做x² 那它基本上也是把它的距離 這是個別變異數對sample mean的距離 取平方 相加起來之後 除以 除以N-1 這時候不是除以N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在統計上面 它有它的一些說法 它的說法是什麼呢 說法是說 如果你的母體很大 那樣本很小的情況之下 你除以N的結果 就是你把這個 x-x bar的平方 相加除以N的結果 這時候你這樣子的一個sample mean 會是對母體的變異數來說 是有一點是低估它 有點是underestimate 就低估它 就是說因為你的母體那麼大 你就會取樣本很小 就30的時候 你去除以N的話 就會讓你的母體的變異數 變得太小了 就變成樣本變異數太小 那樣本變異數太小 跟母體的變異數太小 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們之後會談到的就是說 我們通常去取樣的結果 是需要用取樣的結果 來預測母體的 同樣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 所以我在 就像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這一班 多少20幾個人 還是30幾個 反正我們這一班的人數 我們去取一個樣 因為你們是中山大學 所有學生的樣本對不對 我把你們的 這一班的學生的平均數 什麼平均數 假設好了 體重好了 體重的平均數 我把它算出來 是假設是 我因為有男有女 所以我隨便講 70公斤好了 那我取樣 我這個sample取出來 是70公斤 但是我中山大學 全部的學生 他這個母體 假設我今天可以全部算出來 我用同樣的方式去算 那我算出來的 這個母體的平均數 可能是72公斤 那這個70公斤 是樣本取出來的對不對 那72公斤是母體的 那70跟72 我們通常會希望是 透過樣本 因為我們不想 把全部的母體都取樣嘛 因為母體全部把它算出來 那個耗費 耗時的耗費的資源比較大 所以我取這樣的一個樣本 那這個樣本呢 我要拿這個樣本來預估 來估計說 那我的母體 大概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什麼樣的結果 就是體重的平均數 所以我們這一班算出來是70公斤 那假設我已經事件知道了 那整個中山大學是72公斤 那這個70公斤跟72公斤 我就可以 可以Roughly來說 我用這一班的樣本平均 就70公斤 可以來推估說 那中山大學的學生 他的這個 這個體重的平均 大約也是在70公斤左右 那這個就是一個良好的估計啦 那當然這個以後 我們還會牽涉到 那你這個70公斤 跟我真正的母體的樣本 不是母體樣本 跟我真正母體的這個體重平均 有沒有差 一定有差啊 但是差的範圍在哪邊 所以我們以後會談到一個叫信賴區間的概念 這70公斤 我是來推估 我雖然是這個樣本 但是我是要拿這70公斤來推估母體 來估計母體大概是怎麼樣 那平均數 大家的算法都一樣 所以是一個良好的估計 但如果是變異數的話呢 同樣變異數 我也是要拿樣本的變異數 來推估母體的變異數 那但是如果因為 以統計學家來說 他認為說 如果你樣本大 那你如果取樣不多的話 少於30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的取樣數 如果你再把它除以n的話 你的這個變異數所推估出來的結果 可能跟我真正母體的變異數 會差比較遠 所以他再稍微做了一個調整 所以他把這邊不除以n 而是除以n-1 那除以n-1跟除以n 當然這個結果 除以n-1的結果 數值會比較大 數值會比較大 他認為這樣比較大 才會不會低估 不會因為你的樣本 來低估母體的變異數 所以他把它除以n-1的原因是這樣 當然他可能有些 可能有些理論可以證明 但是我說過我們不是數學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證明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麼 樣本的變異數是除以n-1 不是除以n 跟母體的 跟母體的那個概念是差 就差那麼一個 一個是除以n 一個是除以n-1 所以樣本變異數是 把它的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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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然後變異數之後除以n-1 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在Excel裡面 當然他的公式裡面就有分兩個 一個是sample的變異數 sample的標準差 然後有一個是母體的變異數 有一個是母體的標準差 他的兩個各有不同的函式 當然把這個變異數 取開根號之後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是標準差 樣本標準差 就這樣 OK 好 那接下來怎麼去算呢 當然這個 從頭去算就是這樣算 就把它相 把它的先 要算他的標準變異數的話 當然就算他的sample mean sample mean算出來之後 再把它相減 把每一個變數跟他的sample mean相減 然後取平方 取平方之後相加 然後再除以n-1 所以他六個資料之內 6-1是5 所以算出來他的變異數是13.1 然後再把開根號得到3.6 所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 對sample mean 或sample variance 對sample variance 跟sample的standard deviation來說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公式可以算 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基概 不是有用過嗎 有沒有印象 修過基概的 我們不是有算一個sample mean嗎 把他算一個sample sample的變異數 當然也有mean 我們不是那時候 就是用 在介紹subroutine的時候 要subroutine的時候 去算他的什麼 算他數據的submission 把數據平方submission 把數據相加 然後取平方等等 然後算出來之後 直接代公式去算出 他的變異數跟他的標準差 有沒有 大3的應該有 大1的我就不太確定 也有 有沒有 好 有沒有 大字 我不知道 大字也有修好 好不好 就忘了 忘了 真的是 你們 到底上課到底寄到什麼 我都很歡迎 真的沒有嗎 一點印象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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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不只實習 就課堂上的 我們的講義就有 有 這個不曉得怎麼說 這個是 當然啦 你不要用這個公式算 因為反正我們以後都用excel算 這只是告訴你說 他有一個快速的公式 可以去導出來 你把他的數據平方相加 或是相加取平方 然後就可以算成快 乘上n相減 然後再除以這個n乘n-1 就可以算出他的這個變異數 好 同樣的數據他再算一遍 他直接用這個東西去算 算出來結果就是一樣 就這樣子 所以很簡單 好 那如果是群組呢 這又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如果是群組 今天如果沒有給你原始data 如果給你原始data 你去算他的平均因素 算他的變異數 都都有公式可以算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是群組的話 怎麼辦 那同樣的還是用剛才的那個假設 我們假設什麼 如果是群組分配給你的這個 不是原始數據的話 你就假設他的那個群組的主中點 他的midpoint 當然是他所有的數據的 那個群組的點 所以也 剛才的那個算 算的那個快速公式有沒有 剛才那個快速公式 summation x平方有沒有 那summation s平方相當於 如果用群組的話 就把他的頻率乘上什麼 主中點的平方 對不對 然後再乘以n 所以這個等於是什麼 這個等於剛才的 剛才的這個x平方 對不對 summation s平方 f這個頻率乘上他的主中點的平方 就等於是他的這個 所有的那個群的什麼 或是所有的群的這個 數據的平方 乘上n 然後再減去summation f乘上xn 就是等於他的所有的數據的summation 然後取平方 然後再除以n n-1 所以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下次如果你有群組數據 要算他的這個 近似的樣本變異數 跟近似的樣本標準差的話 你就可以帶入這個公式去算 這個去算 好 這是他的一個流程 這個流程 這邊也用剛才同樣的例子 剛才同樣的例子 剛才我們同樣的例子 是慢跑 20個慢跑的人 然後去算他的 剛才有算出他的平均數對不對 算出他的平均數 然後呢 這邊可以去算他的這些 組中點 還有f乘上xn f乘上xn的平方 然後去把這張表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呢 你就按照剛才的那個公式 去帶進去 帶進去 就帶這個東西 算算算算算 算出來的結果 他的變異數大概是68.7 然後呢 取根號之後變成8.3 所以 Roughly這樣子的一個 群組分配 你還是可以去算出 他的近似的變異數 還有他的近似的標準差 可以算得出來 那還有搭配我們剛才的那個什麼 近似的平均值 一樣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好 這個其實不難 好 好 那 我們 變異數跟標準差 剛剛說過的 他主要的用途是在幹嘛 變異數跟標準差 主要的用途在幹嘛 要算他的數據的什麼 分散 分散程度 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其實他還有其他用途 好 所以我們這邊 課本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主要是在算他的分散程度 好 分散程度 那另外呢 之後我們也可以拿這個 拿這個變異數跟標準差 來算什麼 算某一個變數 它到底的一致性 就像剛才我們說那個 油漆對不對 那油漆的話 這兩組數據 有一個是變化比較大 一個變化比較小 某種程度可以算類似什麼 平管的資料 就是說你的生產出來的一個產品 如果他的變異很大的話 那可能就會造成他的平管不好 所以在做平管的時候 有可能會利用變異數來當成是 他的一個品質要求的什麼 一個指標嘛 所以 除了做分散程度的量測概念之外 他也可以把變異數跟標準差 來當成是 某一個量測的結果 它是不是有一致性 那當然課本這邊寫 像是製造業 他們在製造什麼 插銷軸心 那像這種很精密的 很精密的這些 manufacture的東西 他如果沒有辦法 他如果沒有控制得很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造成什麼 造成他的品質 就出現了一些很大的落差嘛 對不對 那這代表他平管上面出了問題 所以這個可以當成 平管的一個指標 那除了這兩個 剛才的分散程度跟量測變數的一致性之外 他還有一個用途是可以在做什麼 可以來推論說 有數據落入某一個分配的某一個範圍裡面 這個待會我們就會利用彩筆雪赴定理來談這個東西 可以利用變異數的概念來看看 它的分佈有多少數據是在某一個百分比的範圍裡面 所以變異數也是可以用來說數據分配的呈現 數據分配的呈現 那最後呢我們這變異數會用在推論統計裡面是用非常多的 那推論統計的用法這個我們在後面才會談到 所以基本上他有這四種還蠻重要的用途 變異數跟標準差 那在談這個我們剛剛說的第三個 這彩筆雪赴定理之前我們再來看一個叫做變異係數 剛剛談到的變異數跟標準差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還要談一個叫做coefficient of variance 那變異係數在幹嘛 變異係數就是說當你今天如果是在比較兩組數據 或是多組數據 他們的單位是不一樣的時候 單位是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單位所做出來的變異數跟那個單位 另外一組數據它有不同的單位 它所做出來的變異數 兩個可以直接拿來比嗎 單位不一樣理論上就不好比 所以我們這時候可以透過這個概念叫做 變異係數的概念來做 那變異係數就是把它的標準差 標準差就是量測那一組數據的變化情形 我把它處理它的平均數 處理那一組數據的平均數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變成沒有單位了嘛 就是標準差如果是一個單位 平均數又是同樣一個單位 單位處理單位就沒有單位了 那沒有單位就代表是 類似一個正規化之後的結果 所以樣本的變異係數 就是把它的樣本的標準差 處理它的x bar 就是它的simple mean 然後再乘以百分之百 乘以100 就變成它的一個概念 那母體的變異係數也是一樣 就是用它的sigma 母體的標準差 處理它的母體標準 母體的平均數μ乘以100 就得到母體的變異係數 就得到母體的變異係數 那這樣的話 有不同單位的兩組數據 我們就可以來去比較它們的 差異的變化形式 這個很重要 這個要知道 你要比 橘子跟蘋果能不能比 不好比對不對 但是還是商號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類似用這種來比 好我們看例子 這個例子是說 假設 汽車的銷售量 跟它的佣金 那 理論上當然 賣的越多 那個 汽車銷售員 他拿的佣金越多嘛 對不對 但是這兩筆數據 一個是銷售量的數據 一個是佣金的數據 銷售量的數據是 車輛嘛 車次嘛 那佣金的單位是錢嘛 所以這兩個單位是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那 他也有同樣有兩筆數據 那這兩個怎麼去比 到底是哪一個會變化比較多 就是說 你的車子賣的變化情形比較多 還是 這個佣金拿的變化情形比較多 好 所以他這邊告訴你 他已經告訴你整理好了 汽車的銷售量平均數是87 他的標準差 你告訴你是5 那對應的佣金是 5000多塊美金 他的標準差是700多塊美金 那這兩者之間的變化程度 到底是哪一個變化比較大 好 所以這時候因為兩個單位不一樣 所以我們只能用什麼 變異係數去看他們之間的差異 所以把他的 就是像這個是5是什麼 這個是銷售量5 對標準差是5 所以他的平均數是87 然後乘100 這得到是5.7% 所以代表他的這個變異係數 銷售量的變異係數是5.7% 那佣金的部分 他的變異係數是14.8% 同樣的數 就是另外這筆數據算出來14.8% 所以代表一個是5.7%的變異係數 一個是14.8%的變異係數 所以代表什麼 佣金的變化 就是錢的變化量 他的變化情形是比你汽車的變化情形來得高 所以這個就可以來比較不同的單位 他的數據所呈現的變化情形是怎麼樣 所以佣金感覺上變得比較多 因為錢可能是怎麼說 就是說錢他的那個 就是說他可能賣一台車跟賣兩台車跟賣三台車 他的佣金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性 所以他可能賣得越多他賺越多 賣得越少當然他賺越少 但而且他不是成線性 他可能是成一個非線性的概念 所以他才會產生這種不同的變異結果 好 那另外這個是什麼 賤美雜誌平均業數 就是說一個雜誌他的平均業數跟他的這個廣告數 會不會是業數越多廣告也跟得越多 不知道 所以就看一下 所以他的平均業數是132頁 他的變異數是23 那廣告數是182 他的變異數是62 他比較他的變化清醒 所以這時候你要把它開根 因為變異係數是用樣本 是用那個標準差 所以你要把它的變異數先把它開根才變標準差 所以得到的業數的變異 業數的變異係數3.6 那廣告的變異係數是4.3 所以代表廣告的變化程度高過業數的變化 因為可能廣告不一定 廣告有時候就是depend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那業數可能會比較固定 類似這樣 所以不同的東西 這樣可以拿來透過變異係數來比較 好 那接下來來看我們這個 剛提到的這個柴比雪夫 這個柴比雪夫 看起來應該是 可能是東歐啊 或者是俄羅斯那邊的科學家 他這邊有一個定理還蠻特別的 這邊會跟我們的這個變化情形有關係 他是說不管是什麼數據 不管是什麼樣的data distribution 他可以說 有1-k平方分之1 1-k平方分之1 這樣子的比例的數據 是落在與平均數相距離k的標準差的範圍 這個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他不管任何數據 任意的數據 他可以說 你如果要找出 我有多少百分比的數據 是落在跟我的平均數距離k的標準差 那你可以說這個百分比 就可以用1-k平方分之1可以算出來 聽懂意思嗎 知不知道這意思 距離幾個標準差 就是我們平均數是中間嘛 對不對 理論上是他是所謂的集中度的一個量測值 那距離這個平均數 他有幾個標準差 那假設距離兩個標準差 那距離兩個標準差 可能這邊左邊右邊各一個嘛 就是 就是兩邊啦 那這兩個 左右兩個標準差 有涵蓋一定的數據嘛 這個數據 佔整個數據的百分之多少 是可以利用這個公式去送出來 知道嗎 很神對不對 所以 他這個定理可以用在任何的分配 這不管他今天是什麼normal啦 可以是什麼 可以是什麼 正偏寫負偏寫 反正他都可以試用 所以按照他的定理 今天假設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數據的分配 這是一個頻率分配的概念嘛 他的平均數在這邊 Sample Smin在這邊 那按照柴比雪負的定理 跟他距離兩個標準差 就是S bar-2s 兩個standard deviation S bar加兩個s 加兩個deviation 這樣子的範圍裡面 有多少數據會落在這邊 全部的數據有多少數據 會落在這個正負2 S bar正負兩個s 那他告訴你用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告訴你是 1-k平方分之1對不對 那k現在是多少 2 k是不是2 增負2嘛 S bar增負2s 所以呢 就是1-2的平方分之1 2平方分之1是多少 4分之1 所以1-4分之1 是多少 4分之3 4分之3就是多少 75% 所以有 他這個是所謂的最 就是最保守的估計 至少 所以他說至少有75%的 任何的資料分配 會落在跟平均數 距離兩個標準差的範圍 這樣聽懂嗎 聽得懂嗎 那 三個標準差呢 三個標準差就是 1-3的平方分之1 就是1-9分之1 變成9分之8 9分之8就是88.89 就是這樣 好 這個就是他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就可以 我們可以拿來應用 拿來應用 好 但是這邊還要強調 這個k不是 k是 大於1 不能等於1 因為等於1 就怎麼樣 等於1會怎麼樣 k個標準差 但是k不能等於1 因為如果等於1的話 這邊就破功了 為什麼 1-1啊 1-1就變0啊 不是嗎 所以他是大於1的任何 而且k不一定要整數 我們剛剛用2用3 但是他可以2.1 2.2 2.3都可以 或1.1 1.2只要大於1就可以了 好 這樣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他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呢 好 這個例子 看一下 找人唸一下 讓大家渡過渡過 渡過渡過 黃永葵 怕比賽 是喔 怕什麼 大專盃 什麼啊 小波 多久 厲害 活動這麼靈活 黃文元 大專盃 睡覺 睡覺杯 文元 該死了 文元 還想申請五年學獸 一點態度都沒有 好 花偉庭 來 捏一下 這邊叫 沒有平均差吧 好 好 有沒有很神奇 他這樣告訴你 你就要去求出75% 75%的房價的範圍 會落在哪一個範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應用我們剛才的什麼 才比雪夫了嘛 對不對 好 他認為說 至少有75% 那75%當然就是4分之三 對不對 那4分之三的意思就是剛剛說過 如果按照那個公式是 1-k平方分之1 1-k平方分之1 等於75% 或是等於0.75 那所以k應該多少 好 這樣 1-k平方分之1 等於0.75 那k多少 趕快算了 這個很簡單啊 k呢 1-k平方分之1 等於0.75 那k多少 2啊 對 不會啊 沒那麼難啦 不要想那麼難 所以是2 那這個2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 在75%的數據會落在距離 平均數兩個標準差 那個k就是2 兩個標準差 那標準差 他也告訴你啦 所以你就把它的平均數 正負兩個標準差嘛 那平均數是5萬啊 正負兩個標準差就是 加減2萬啊 所以就落在哪邊 3萬跟7萬時間 所以有75%的數據 會落在3萬跟7萬時間 今天不管 你有沒有知道 他這個數據長什麼樣 有沒有 沒有啊 你不知道他數據長什麼樣 但是你只知道 這組數據的平均數 跟他的標準差 你就可以利用彩皮雪菇 電力去得到 這樣的一個 estimation 這樣的一個估計的結果 OK 但這個是高估 不是說高估 就是 他是保守的估計 所以他那個範圍是很寬的 有沒有 好 好 再一題 林薇宇 念下面 好 OK 這個是反過來用啦 剛才那個是直接用 現在是反過來 他現在告訴你範圍啦 剛才是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數據的百分比 他現在 然後要去求他的範圍 他現在範圍告訴你了 要反推說 大概是他的 有多少percent的資料 是在這裡面 這張醫師知道嗎 是這樣 知道嗎 好 所以他的比例 他告訴你平均是0.25 然後呢 他的跟你的數據的範圍 是0.2到0.35 所以 從這個數據裡面 你知道他跟平均數 就是正負的話 加減多少 把平均數加減多少 會得到這個範圍 0.5嘛 是不是 0.25-0.0.0 說錯了 0.05啦 把0.25-0.05 就是變成0.2 把0.25加0.05 是變0.3 所以他是正負 平均數正負0.05嘛 所以0.05就是他的range 他的範圍 那0.05是他的範圍 那 那他的k位是多少 k位是多少 所以這個0.05是幾個標準差 怎麼算 那就把0.05 處理都好 他標準差有沒有告訴你 有啊 他告訴你0.02啊 所以這樣算出來都好 2.5個標準差啊 然後呢 然後再代入彩皮雪糊去算 1-去k平方嘛 所以這個2.5就是那個k嘛 對不對 2.5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k啊 所以 你算出來他距離 這個0.05就是代表 0.2或是0.3距離 平均數有幾個標準差 是2.5個標準差 雖然是0.05 但是他0.05 除以0.2是他的標準差 所以知道是2.5個標準差 那2.5個標準差 那2.5個標準差 把它帶進去彩皮雪糊 得到就是84% 所以代表84%數據 是落在什麼 落在這邊啊 落在這個範圍 ok 但是我說過這個是高估嘛 是高估 像 常態分配 我們大概不知道第幾章 會看看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的話 你的x bar在這邊的情況之下 剛才我們說彩皮雪糊 他估計 在兩個標準差 是多少 75% 對不對 75%太 太 太 unger estimate 還是over estimate 反正就是有點估計 有點太 但是他告訴你是 至少75%有沒有 彩皮雪糊他告訴你是 在兩個標準差之內 他的數據會 至少有75% 但是實際上 對normal distribution很明確來看 兩個標準差 他是有95%的數據 所以至少75%這句話 也算對嘛 因為他說至少嘛 他沒有跟你說至多嘛 他是跟你說至少75% 好 那所以 所以對這個 對彩皮雪糊來說 或是對這個所謂的 常態分配來說 其實 那常態分配你可以很精確的去看出 他落在不同標準差範圍 裡面有多少%的數據 是在這邊 但是彩皮雪糊告訴你是 一個overall的概規 他是不管你的數據 長什麼樣子 他就是跟你說 他就是符合這個1點 1-去K平方分之1這個概念 但是對normal distribution 當然說 當然他就會越精確 他打到兩個什麼 standard deviation的範圍 是95% 到3個%當然已經涵蓋 大概99.7%的資料 OK 那一個標準差大概是68% 就是這樣 好 3.2自己回去看一下 位置的測度 好 所以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平均數 是算他的集中測度 他的變異數跟標準差 是看他的離散的測度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一個位置 他 某一筆數據 大概是在這個裡面的 相對哪個位置 大概是在前面 後面 或是哪個地方 這是位置的測度 好 那在講位置的測度的時候 我們先談一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到後面都會用得到 先談一個概念 叫做標準分數 叫standard score 或叫z score 這個z 這個z很重要 這個z以後 我們都會用得到 在推論統計那邊 也會用非常多 所以一定要記得 就是z score 就是一個標準分數 就對了 那所謂的標準的意思 就是把它 類似正規化 你們有沒有聽過正規化 這樣一個名詞 就是把它變得大家都一樣 就是把它縮減到大家都一樣 好 那 這個z score怎麼算呢 z score是 類似剛才的那個在算 算那個 就是算它的標準差的概念 就是說它怎麼算 就是說把某一個數字 先減掉它的平均數 那就代表它對平均數的距離了嘛 然後呢 再去把它處理標準差 那得到的結果叫z 所以z是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它的定義 數學定義是這樣 某一個數字減去 這一群數字的平均數 再處理它的標準差 所以z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在圖形上的意思是什麼 像這樣子啊 平均數0.25 某一個數字是0.2 0.2-0.25 然後再處理它的標準差 得到是什麼意思 跟剛才這個有點像啊 什麼意思 講不出來 跟剛才這個有點像啊 代表這個數字距離平均數 的 它那個程度是什麼 蛤 比一下 比一下 不用講那麼專業啊 你可以講很簡單 那個數據平均數的幾個 對啊 就是那個數據 距離我的平均數 有幾個標準差啊 剛才我們不是算出來 這2.5 這代表什麼 2.5個標準差啊 是這樣 其他人懂嗎 所以這個 這個 Zscore的意思 其實它代表就是 這個數字 或這一個數據 距離我這一群數據的平均數 有幾個標準差 就這樣 所以 當大家都用標準差的概念來看 那 大家就統一啦 因為你不同的數據 有自己的單位嘛 但是你現在都把它改成 用Zscore的話 它就是統一的一個標準 就是用距離這一組數據的平均數 有幾個標準差 就這樣 所以 如果是樣本的話 就是用X-Sbar 出於它的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這就是它的Zscore 那母體的話 當然就是用X-Mu-Sigma 那這是代表它有幾個距離 母體的標準差 母體的平均數有幾個標準差 所以 Zscore這邊最後有講 代表某一個數字高過 或低於啦 不一定是高啦 高過平均數幾個標準差 或者是低於平均數有幾個標準差的概念 這個叫Zscore 好 那也把它叫做Standard Score 這個標準 標準 標準分數 標準分數 這個很重要 這個 這個之後 真的 用到非常多了 好 這個先了解 好 我們來看看 一個例子 好 假設他考什麼 學生考 考 微積分 好 然後又考歷史 那我要看他考歷史 考得比較好 還是考微積分考得比較好 當然你說我看分數啊 但是分數 因為這一班考的人 程度不一樣嘛 微積分的分佈 跟考歷史的分佈 會不會是不一樣 好 所以他 微積分是平均是 就是他那班學生的微積分 平均是50分 標準差是10分 那他考65分 那另外歷史 歷史就比較低 歷史的平均數是25分 標準差是5分 他考到30分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什麼 標準分數 來代表說 那他在同樣那個數據裡面 他所表現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 微積分的Zscore 那微積分的Zscore 就是他考65分 對不對 65分減去平均數50分 除以他的標準差10分 所以1.5 所以1.5代表他的這個分數 是距離我的微積分的平均數 有1.5個標準差嘛 對不對 好 那歷史的成績的Zscore 是30 減去他考30分 減去平均數25分 除以5 所以他是得到1 所以代表他考歷史的結果 在他班上來說 是離這個什麼 平均數有一個標準差 所以你認為他哪一顆表現得比較好 你認為他 你把這兩個Zscore 雖然是不一樣的概念 雖然都是分數 但是是不一樣的這些數據的時候 你把他算出他的Zscore 你認為他哪一個表現得會比較好 哪一個 微積分 為什麼 離平均比較遠 離平均比較遠 當然是正的比較遠 所以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歷史是一個標準差 微積分是1.5個標準差 所以離他 離平均數比較遠 當然他代表他表現比較好 OK 好 那另外這個題目 一樣兩個測驗 一個是 好38分 平均數40 標準差5 另外一個94分 平均數100 標準差10 所以這時候是變成negative 你的標準分數是變成負的 所以一個測驗A的標準數 標準數分數是負0.4 一個是負0.6 好 同樣的哪一個比 哪一個表現比較好 哪一個表現比較好 一個是負0.4 一個是負0.6 測驗A比較好 測驗B比較好 測驗B比較好 A比較好 因為什麼 負0.4比較靠近平均數 負0.4比較遠 所以A比較好 好 我們下禮拜繼續講其他的 好 下課